小伟啊,已经九点多钟了,你怎么还不起床呢? 今天是星期日,天气又那么冷,我想多躺一会儿。 你忘了住在美国的姑姑和表妹,今天要到达台北啊。 哎呀,我忘了耶,几点到啊? 嗯,飞机是下午才到,我们吃过中饭以后才去机场。 那还早嘛,我等一下就起来。 我看你啊,还是现在就起来吧。 你不想把房间弄整齐一点吗? 人家来看到你的房间这么乱,会笑你的呀。 哦,好吧,我现在就起来。 爸爸,姑妈她们怎么还不出来啊? 下飞机以后啊,还要检查证件,领取行李,再检查行李。 每一关呢,都要排队,总是要一点时间的嘛。 我看快了,飞机已经到达了四十分钟了嘛。 我有好多年没看过姑妈和表妹了,不知道还认不认得她们呢。 哦,出来了。 小婉,你看,现在走出来的就是姑妈和表妹啊。 在哪里,在哪里? 穿蓝色运动衣的那个女生是表妹吗? 诶,怎么看起来比我还要高大。 嗯,谁叫你不爱运动啊? 喜欢赖在家里头。 来,我们走过去接她们。 美娥,我在这儿。 大哥,大嫂呢? 哦,她今天啊,有一个中学同学会,因为她是召集人,她一定要参加。 等一会儿,我们到家的时候,她可能也回来了。 来,小婉,还认不认得姑姑啊? 姑姑,真乖。 诶,来,佳佳,这是舅舅跟表哥。 舅舅,表哥。 嗯,走吧,你们在外面走廊上等等我,我去停车场开车过来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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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还有多久才会到台北呢? 嗯,快了,大概在十分钟就到了。 becadia,你现在怎么长得这么高大? 看起来好健康哦 我也不知道 问我妈好了 佳佳她平常喜欢运动 天气再冷她都要出去运动 大概是这样吧 所以长得又高大又健康 小伟啊 你喜欢运动吗 我我不喜欢 小伟啊 只喜欢躲在家里头 什么运动都不喜欢 平常又好怕冷 一点风吹 就缩成了一团 没有一点小孩的活泼 如果每天做运动啊 身体就会强壮 也就自然而然的不怕冷了 小伟啊 听到了吗 多运动 身体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